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你连一个扣子都配得不好 其实它就会影响到这一件衣服 它的气质度 然后影响到它的卖相 从服装的设计 打板 打样 到衣服的完成 都亲自监督 她是服装设计师 李玉琪 服装设计师很妙就是 他必须要设计出来 如果以一般的 我们所谓的时尚 它是有商业性的 所以他设计出来 他必须要有市场性 一开始就是要做市场调查 然后分析自己 就是我们品牌性的 是拥有的市场 然后客户群的年龄层 要去做规划 就要做一个很完整的商品企划 那呈现给公司 然后告诉公司呢 就是这一季 我们想要做的内容 是属于哪一方面 那色彩呢 是属于哪一方面 做一个流行的趋势 那如果企划案公司通过了 那我们就开始 采购布料 开发布料 然后挑选颜色 再接下来呢 就开始设计的部分 设计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是再交给 公司里面的板石 请板石帮我们把它 从一个无形的设计图 然后把纸板设计出来 那纸板画出来以后 我们会再转交给 公司的样品石 那就由设计师挑选的布料 附料 配料 全部呢 再把这一件衣服呢 整个做完成 从裁缝 浸料 配料 物料管理 到服装的搭配 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的工作 是非常繁重的 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他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呢 爸爸是在服装工厂上班 他是任职于厂长的职位 公司常常派出他去日本参展 或者是去德国 他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机器 他就可以回来帮台湾这边的工厂 然后把机器研发出来 因为我从小看到爸爸觉得他的技术非常的强 所以我也常常告诉自己 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本能 其实未来生活并不是很困难 那再加上我小时候也蛮喜欢画画 最后自己在国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我就选择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比如说美工或是服装 那我从小在家里就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对他也比较有清洁感 那最后我就选择服装设计科的科系就读 然后毕业了以后就进入磁场 也是属于自己就学的这一方面 工作与婚姻的结合 激荡出事业的发展与品牌的建立 事业与家庭的重心 李玉琦要如何的兼顾 婚前我就是服装设计师的工作 但是因为先生是他的企图心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既然他是属于业务面 那我是属于设计面 那就共同的成立一家服装公司 试着做做看这样子 我女儿一岁的时候公司 就是公司的第一年 那我最记得那时候我的小孩 刚开始其实就是有保姆带 那六点的时候我就会接我的小孩 回来公司 那如果我加班呢 我的小孩就跟着我一起在公司加班 不管是生活上他帮我的任何事情 或是看他的工作就会觉得 他真的很厉害 可以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跟小孩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他们在幼年的时代 其实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每天九点陪他们入睡 我一定会讲故事给他们听 所以从小到大 其实我的两个小孩也非常的乖巧 那也能够很自主 那我跟他们的方式是采用比较沟通的方式 就是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彼此尊重了以后 彼此一定要达成协议 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的他 面对不同品牌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下 要如何应对 当我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以后 我发现你不能只是一个技术人员 而你自己也要有很大的内涵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服装设计师 他本身必须要做全方位的企划案 所以在语言方面 要自己要进 如果可以的话 要尽量的加强 还有最好是常常去 看一些比较有关于美的东西 因为它会增加 无形当中会增加你一些色彩的组合 当然如果你增加自己的内涵 相对的你设计出来的商品 其他的质量会无形当中 它就会慢慢慢慢地产生 在工作上已经驾轻就熟的他 服装设计虽然是他的兴趣 但在工作上还是会遇到瓶颈 当你觉得很辛苦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今天设计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是非常痛苦的 我曾经有三天三夜 一张图都画不出来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要怎么办 因为那是非常辛苦的 那在第二个辛苦 应该是在生产方面 其实你要让它画出来 其实并不难 但是你要让它完成出来 而且可以让你的商品连大货 都很漂亮的进到仓库 然后穿到客人的身上 其它是真的需要下一点功夫 因为每一个环节 它都是相关联的 当你走在路上 看到客人穿你的衣服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开心 其实那种成就感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它 回首看自己从求学到创业的过程 抵御其建议现在的学生 找到自己的兴趣 并全力以赴地走下去 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小朋友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但是我希望小朋友 自己认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 你最喜欢什么 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或许别人画画一百分 那你只画五十分 可是这个五十分 在你所有的里面 已经是最强的 那你就往这个方面去做 为什么 因为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 第一一定要有兴趣 你有兴趣你才有那个坚持度跟努力 如果今天不是都是在听别人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你没有兴趣 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很难往上提升的 那当然也要尊重父母的意见 或者是可以请老师帮你做分析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一定要很真心地问自己 你未来想要什么 那当你选择了以后 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是尽力而已 一定要全力以赴 当你愿意全力以赴的时候 其实最后的成果一定会有的 因为自己的兴趣 李玉琦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一件工作 不只在她的专业上 做出一件件美丽的衣服 在家庭中 更是一位好太太 好妈妈 同学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只要全力以赴 你也一定会结出美丽的果实哦 我会认为你赴兴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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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